金融武俠天地 神雕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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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李安球監製曾永強編導 金融原著楊敏改編 神毅端錄音 並且由陳炳球 趙碧玉 車心梅 何錦華 馮天行 莫家驅 盧韻賢 楊麗仙 譚翠蓮 姚秀玲 丁欣 曾永強 李學斌等聯合播演 神雕俠雷第二回 現在開始播出 正中 從前 石森 被封透到 燙可 被封砰 魔珀 在下陸辣地, 你是不是李仙姑门下的人 你知道就好了 快點把你的妻子女兒被捕統統殺光 以後至盡, 不是浪費我的氣力 等我來 看劍 我奉師命前來殺陸家滿門 你是甚麼人, 這麼多管閒事 李師父如果是有本事 早就應該找陸展元算帳 如今明知道他已經死了 就來找其他人的晦氣 他知不知道是醜的 豈有此理 好可憐 居然擋了我三支銀針 好, 你們看著 有本事, 儘管再來 剛才真是危險 他右手的肺, 就發出三支銀針 兩支打大狼, 一支打我 幸好我手急眼快 用兩個手指揭不住 你先放下那支銀針 甚麼 怎麼樣, 手指是不是覺得有點麻痺 是呀, 馬上就腫了 不用擔心 有那些血流出來 你看看, 是黑色的 是呀 在下有眼不識泰山 請問大娘高姓 我家官人姓武, 叫武三通 原來是武三娘 聽聞說武前輩 是雲南大理一燈大師的門下 不知道是不是 沒錯, 一燈大師是我官人的師父 謝謝武三娘救命之恩 請進大廳坐, 請 六爺太客氣了, 請 請 娘子, 無傷怎麼樣 她已經醒過了 臉色還是很蒼白 一定是很痛的了 無傷生性崛強 竟然忍著痛, 忍著眼淚 你不要動她 讓她好好地休息一下 好 那個女魔頭的徒弟一走了 女魔頭很快就會親自到 那個女魔頭到底是什麼人 和我們六家又有什麼深仇大恨 令興六大爺在十幾年前 是不是曾經去過大理 是 如今武林中人 一聽到女魔頭 赤煉仙子李莫愁 就聞名喪膽 但是十幾年前 她是個美貌溫柔的女子 那時候她還沒有出家 或者是前世的冤孽 她和令興竟然一見鍾情 後來又怎麼樣 後來經過很多變故 令興和令嫂何元君成了親 這個何元君 本來是我的義女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是這樣的 她自小姑父寧丁 我夫婦修養了她 認了她做義女 我們都很愛惜她 後來元君認識了令興 大家情投意合 要結為夫婦 但是這件事 絕夫極力反對 為什麼 一來 他不願意元君隔得太遠 二來絕夫人很固執 而且他說江南人 狡猾奸詐 是靠不住的 所以他無論如何都不肯答應 那 為什麼又會答應呢 沒有 他一直都沒有答應 是元君靜靜和令興走了去 到他們成親那天 絕夫和李莫愁一起去找他們 晦氣 幸好當時喜慶直上 有一位大理天龍寺的高僧 出手阻止 他要絕夫和李莫愁給他面 保證十年之內 不准騷擾他們夫妻 就這樣 他們就答應了 當時他們被迫答應 十年之內 不再難為令興和何元君 絕夫為了這件事 他很憤怯 後來一直都瘋瘋癲癲的 這麼說 挖墳偷走我大哥大嫂遺體的 就是尊夫 方才聽府上兩位小姐說起 那個的確是絕夫 尊夫這種行為實在太過分 絕夫心智失常 說話舉止往往都不通情你 我今天帶兩個小姐來府上 就是防備絕夫來這裡胡作非為 老實說 如今他只是顧忌我一個人 三娘真是通情達理了 敦如, 修文 好 快向六爺六二娘叩頭 代你爹謝罪 是 不用了 不用了 快起來 敦如, 修文 快出來 是武前輩 是, 武前輩 快跟我走 不要走 快點來見過六爺 來吧 喂 你拿了兩個師太去哪兒 快點送回來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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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兒 你在這裡等一會 阿爹回來再抱你 阿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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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爹, 你的肥氣真是怪 不是, 這樣也有 不去了, 我還是回去找娘 爹, 娘 你這樣做, 很可怕 大英 大哥, 快來看大英 大哥, 大哥 我真傻, 大哥就被爹帶走了 鵰兒乖, 鵰兒真是乖 原來這兩隻不是大英, 是鵰兒 這兩隻鵰是不是你們養的 我也不認識你, 我不喜歡和你玩 這雙鵰比你高 真的有趣, 這雙鵰這麼聽你說的 好, 我也要為爹帶一對回來養才可以 你爹抓得到嗎 喂, 你叫什麼名字 你怎麼讓人出來玩 我叫做武修文, 我在這裡等我爹 你呢, 你叫什麼名字 我呢, 我不喜歡和那些野鵰兒玩 不是呀, 我不是野鵰兒 你追不到我 我一定追到你 是呀 阿芙 你又在這裡欺負人, 是嗎 誰說的 是他自己跌倒了 不關我的事 大公公, 你不要告訴我 他跌了一膠 他才流了鼻血, 你幫他止血 好 小孩子, 你不要怕 你姓什麼 我姓武 你不像是本地人 你從哪兒來的 你爹娘呢 我 醜醜醜, 小花狗 眼圈紅, 要流油醜 爹娘呢 我真的不會哭 你不是哭 小孩子 你先回答我問你的話 我們是由大理來這裡的 娘帶著我們兩兄弟 在陸家莊等候敵人 後來爹趕到來 就抱了我們兩兄弟出來 誰知在途中, 爹就放下我 我都不知道他抱了大哥去哪兒 是嗎 如果只有我孤零零一個人 又不會路 那我就... 你不用哭 你爹叫做母什麼 母三通 母三通 你爹最擅長的武功是一樣 是一燈大師的門下 是呀 是呀 你認識我們的王爺 你驚惑他沒有 我沒有驚惑他 我就是 狗仰南帝的大名 不過還沒有機緣拜見過他老人家 這個小女兒的爹娘 曾經受過他老人家很大的恩惠 是呀 我爹當年在王爺手下是做御林軍總管的 後來王爺出了家 但是爹跟我們說起往事的時候 還時時提起王爺怎麼樣怎麼樣 按照這樣說 大家都不是外人 對了, 你娘等的敵人是誰呢 我聽娘跟那位陸爺說的 說那個敵人好像是 什麼赤煉蛇 又不知道什麼仇 什麼赤煉蛇 赤煉蛇 是不是赤煉仙子李莫什 是呀, 是呀, 是呀 那是那個七年仙子 你們兩個就在這裡玩 一步也不要離開 等我去看 大公公, 我又去 那我也去 不行不行不行 你們不能去的 那個女魔頭很兇惡 我未必能夠她打 那你為什麼又要去呢 既然知道朋友有難 就沒辦法不去 你們聽話在這裡玩 不要走開 這位老公公又盲又低 但是他可以走得這麼快 有什麼奇怪 我爹和娘的輕功更厲害 原來你爹和娘都是又盲又低 你爹和娘才是又盲又低 很明天 你爹和娘是又盲又低 你爹和娘是很高 你爹和娘是一項 老三娘, 尊夫昨晚抱走兩個兒子 不知道為甚麼事 絕夫平日瘋瘋癲癲 真是想不到這次他這麼通情達理 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猜得對不對 一會兒就自然不會明白了 那好吧, 娘子, 熬了一整晚 你抱毛箱和小英去房裡休息一會兒 我留在這裡就行了 不要, 再等一會兒 拋上來 好, 起 三娘, 三娘 幹甚麼 六爺, 別追, 她是好意的 好意?甚麼好意 我明白了 你明白甚麼 武三爺是怕魔女害死小孩子 所以就要把他們收藏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是, 但是我還是不放心她會… 真是奇怪 自從袁軍嫁了靈卿之後 絕夫見到女孩就會很生氣 不知為甚麼 她竟然會照顧到府上兩位千金 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三娘, 希望這次是例外就好了 她第一次來帶敦屿和秀民走的時候 我見到她一連看了兩位小姐幾眼 神色充滿戀愛關懷 她以前就是這樣對元軍 如今她果然再來抱了兩位小姐去 希望她從今之後 性格變回正常 不要再亂來就好了 問世間, 情是甚麼 甚麼生生死死 小姐, 阿根, 開眼 停手 那個小弟呢? 說 既然有愛人插手 那就必然在這屋那裡殺人 我們上 六二爺, 如果你大哥還在生 只要他開口求我 又休了何元君那個賤人 那我就會搖過你們六家一門梁戰 但如今, 你們的運氣不好 唯有怪你大哥太短命了, 不怪得我 誰用你搖命? 江南六家刀法 的確瀟灑絕倫 殺了他, 以後就再看不見了 算了 怨言, 真是怨言 站住 住手 這個魔頭果然不虛傳 你是誰? 你是柯鎮惡 不錯, 老夫就是柯鎮惡 江南七乖的老大果然名不虛傳 盲眼閉腳, 連魯力衰 他居然接了我十幾招 少說廢話 看招 我兩位在前面 快點上程床了, 大家小心 那兩個小女兒 你們不說, 我也有辦法找到出來 六爺, 六二娘 我們前了一步 他兩夫婦的傷勢不輕 扶他們入莊再說 你迷迷, 像燒弄似的 那個女魔頭放火燒莊 沒錯, 是我做的 你…你真是毒辣 我和桃花島郭靖夫婦 一登大師都沒有過節 兩位請了, 免得傷和氣 廢話 你… 如果我不顯身段 你這個盲鬼都不知道我是有意相讓的 好 阿老爺 赤戀神掌拍到你的胸口 你這個賤人 你發力 還在哭哭嗦嗦幹甚麼 小心 你這樣趕走我徒弟 膽子也算不小 你… 你怎麼樣 沒有… 我總是覺得我一身都沒力 老前輩呢 我…我心裡好像… 好像被一塊大石壓住那樣 很悶 現在舒服了 六爺兩夫婦怎麼樣 如果移動他們 我怕他們死得更快 但是又不能夠留下他們在這裡 怎麼樣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梁子… 你沒事吧 我在這裡 梁子… 你沒事吧 我… 他們怎麼樣 六爺夫婦都受了重傷 怎麼辦 快點跟我來 小心把他們放下 那些弟弟呢 放心 那些弟弟在這裡 那就好了 你看看你們 不要這麼吵 爹 義長 娘 你們幹甚麼 爹 這次我們引鬼上門 那個女魔頭跟著就會到 為甚麼 那個女魔頭想傷害六家兩個小孩子 但是不知道他們在哪兒 他… 阿櫻 爺 什麼事 拿了我心裡頭 那一塊錦箔子出來 爺 爺 錦箔子 阿櫻 你綁了一塊錦箔子在這頸上 千萬不要解釋 知道嗎 爺 爺 你別問 你答應我 你為甚麼 不給無相, 你給他吧 不行, 我怎能夠有父的父母所託 表妹, 阿姨說給錦柏你, 你拿著 不要, 無相是表姐的, 你不要接 六爺, 你這條錦柏他們是什麼意思? 這塊紅花綠葉錦柏, 是當年李莫愁送給家兄定情的 家兄臨死之事, 了十年期限一到 李莫愁和尊夫一定會來生事 你慢慢說 他, 他知道我沒有公平傷 到時一定抵擋不住, 就交了錦柏給我 吩咐我在危急的時候, 放了錦柏在鏡頭上 希望雷摩頭, 念碼舊情, 或者會手下留情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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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親 六爺, 我撕開廢, 拍兩邊 一人拿一半, 好不好 好 爹, 貼了兩親 阿姨 幹甚麼, 幹甚麼, 幹甚麼哭 幹甚麼 娘子, 你幹甚麼 你的臉 摸左邊臉 阿姨 好像沒有知覺 難道李莫愁臨走的時候 摸了我的臉一下, 已經下了毒手 那兩個小女孩, 是不是 不管生還是死, 還是拋出來給我 如果不是, 我就一把火燒死你們 好, 讓我槍灰她 來 剛才一節, 神雕俠女第二回 由李安球監製, 曾永強編道 金融原著, 楊敏改編, 岑藝端錄音 現在已經播放完畢 這齣 詞曲 錦雕俠女